据台湾媒体报道,38岁香港女星胡幸儿与老公Philip结婚两年多,去年10月以高龄产妇之姿,产下一子Brandon,令夫家人欣喜若狂,日前更被直击一家三口,与婆婆逛街和乐融融的画面,然而日前就有港媒爆料, 只胡幸儿表面上与婆婆关系融洽,其实思想为了带小孩一事,婆媳关系逐渐起了变化,据港媒报道,其实婆婆在胡幸儿卸货前夕,去年10月就特地从英国返港,搬去与儿子媳妇同住,只是婆婆待了三个多月还是不走,绕小俩口少了许多独处时间, 但婆媳俩最大的分歧点,还是为了带小孩一事,两人观念不同,让胡幸儿也不禁私下向友人抱怨,大吐苦水,据悉,婆婆虽是好意想帮胡幸儿调养身体,并减性负担,选择掌管媳妇的三餐,只是胡幸儿个性独立,难免会觉得被人管失去自由, 另外,有传胡幸儿私下跟老公讨论很久,决定全权负责儿子即将带来的百日宴,避免与婆婆意见再有不和